你就这么胡嘴碰着我呀 这规矩啊 这得动 实在没辙的 反过来 会了吗 明白了 这就得交给他 郭德纲当众训秦潇贤的这一幕 让我们见识到了德云社的台下规矩有多严 参加斗销社的徒弟中 只有秦潇贤的备份小经验少 因为跟师傅接触的少 表现多位拘束 于是郭德纲老两口就单独给的上了一节补习客 他们没有选择高大上的酒店 而是找了一家普通小馆 第一次跟师傅大爷吃饭 他十分紧张 在等上菜时就主动给师傅倒茶 没想到好心做的坏事还挨批了 一句话吓得秦潇贤赶紧移开茶壶 就又不知道错在哪了 提着茶壶不知所措看向前大爷 原来他倒完茶之后 顺手把茶壶一放 壶口就正对着师傅 壶口不出人是我国传统的餐桌礼仪 在饭桌上茶壶嘴对着谁 就表示此人不受欢迎 听完师傅和大爷的一番收教后 秦潇连连点头表示自己学到了 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可能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在顾德纲眼中这就是规矩 可见他平时总说的那句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并不是说说而已 其实能教你规矩的 都是喜欢你的人 外人不会管你 只会看你笑话 除了师傅 酒粮也在暗地里教老秦长大 大家都会调侃德纲社的众人学历低 可是在他们身上却看到了 好多教养真的与学历有关 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少班主郭麒麟了 他可是将教养都庆入骨髓中了 之前在华少的访谈节目里 到了德纲社的地盘 两个人坐在一起唱谈 郭麒麟作为主人端起茶壶给华少倒茶 结果第一杯没有控制好力度 茶水满了出来 郭麒麟心事迅速把茶移到了自己的面前 又接着对华少抱歉的说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让我喝这杯 没事 茶要半酒要满 而且在整个的访谈过程中 只要看到华少前面的茶水浅了 他立刻就会主动酗赏 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师兄弟 道琳总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到最低 英雄举止间谦逊永远 受到了娱乐圈的一众好评 这其中少不了郭德纲的功劳 长子一看完他的表演后直言 德纲社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得志礼仪信 都一点一点的找回来了 并且一步步的传承下去 郭麒麟的小徒弟赵多多 四岁登台的时候 提取师傅也是双手抱拳 以表敬重 那你师父是 郭麒麟 哦 哦 好